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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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幕提供 底下收看的是 餐人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祥 餐人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事新聞議題中心 BNN還有公民行動 已經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 制播的網路視訊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呢 讓大家去了解到一些 爭議性背後的一些 結構性一些制度性的問題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現場 其實很特別 因為我們大部分過去 都是在網路上面 來進行連線 那我們今天是來到了 這個凱達格蘭大道 我們可以看到在畫面的 我後方這就是總統府 因為最近這幾天 有一群原住民族的朋友 到這邊來進行抗議 為什麼要抗議呢 其實跟傳統領域的劃分 是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在節目當中在幾個 在半年前曾經討論過 這個蔡英文總統 曾經來道歉 跟原住民族道歉 也曾經到這個現場 但是道歉之後 到底有什麼改變 也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 進一步討論的話題 所以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紀錄片導演 也是長期參加 原住民族運動的 馬耀比後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馬耀你好 我想燦爛時光的朋友 大家好 謝謝馬耀 今天很特別 其實我們 當然我是今天是第一次 很久沒有來凱道了 但是其實前幾天 你們都已經來了 可以稍微講一下 你們為什麼要來凱道嗎 我們上個月 是在內本路山上住了一個月 在山上住了一個月 每天在走路 然後我們下山的第一天 2月14號 就看到圓民會公佈這個辦法 我們都來不及洗澡 來不及處理那些裝備 而且都還沒有處理完 這議題那麼嚴重 其實我們到了已經第九天了 那我們就覺得 這個事情完全無法接受 因為我們在走路的過程 都看到我們 布農族族仙的土地 如何被林務局給破壞 給殘害 所以我們心裡面是很有感覺 對土地的 那步走了15年 還是沒有進度 所以我們在這裡辦了一個記者會 我們當然不願意去申請 因為我們出來抗議 他們覺得要去申請 可以按照他們的辦法 然後要去申請路權 還要繳各種保證金 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不想接受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那天被警察給抬走 對 所以我們在我們 在我的背後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有幾張的這個照片 可以稍微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幾張照片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看到在這個 總統就職大典上面 上台演唱的 我們的非常重要 我們的好朋友 Barnay其實也在這裡面 而且可以看到他 幾乎是衣服要被拔掉 然後在地上這個翻滾 掙扎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剛提到小燕對她說 上次來我們8月3號也在抗議 就是我們上節目談的 那個我們覺得 那個轉移真言是假的 所以她那天 總統親自小燕親自下來說 有事情不要在路邊說嘛 你想要來就進來嘛 但是那天大概天夜之前 被抬走 抬的過程非常非常難看 她覺得我沒有申請路權 他們強制驅離道路旁邊 所以 閃峰桿 Barnay的衣服 都看到了胸部 很難看很看 非常非常舒服 這樣子激怒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就決定 我們的訴求 這個辦法沒有退回修正的話 一降沒有下台的話 我們是不會撤退的 那天我們第六天 Barnay也對外說 六天六十天六百天 我們就六千天 我們沒有什麼好難的 我們沒有政黨 我們沒有財產 沒有任何的錢 我們用生命來跟你討論 你如何面對 過去土地的這塊歷史 我想這是一個 非常諷刺的事情 就是一個 在總統就職大典上面 在裡頭 也在這個對全國來 全世界來唱歌的這個歌手 但是其實在這個 相關的這個議題上面 受到了這樣的一個對待 更有趣的是 其實在 我們在節目當中有提到了 蔡英文總統 來親自來跟原住民族道歉 然後也親自來看你們 但是其實你要見他們一面 也非常非常的困難喔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剛剛提到說 從部落這樣走下來之後 其實就看到了一個辦法 是什麼辦法 這個辦法裡面 又是什麼樣的內容呢 這個辦法 傳統領域畫設 在八月要... 傳統領域畫設辦法 對 過去八月一號 想要道歉之後 圓民會的版本 八月五號對外 其實是 不管是公有土地 私有土地 都要來 在這個範圍裡面 一起來討論 原住民過去 居住的歷史過程 是怎麼樣 都是這樣 但在十一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到行政院 因為有些學者 告訴我們 圓民會 的版本可能被行政院 給轉彎了 要排除私有土地的部分 私有的話 可能是台塘啊 財團的土地就要... 原住民就沒有討論的空間 所以只剩下巴士 巴士不見了 就能夠有商議的回來 也都還要跟各個主管機關 去討論 所以這個辦法 一切切了一半 花蓮台東 很多都在台塘土地裡面 完全沒有討論的空間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你的意思是說 在現有的... 頒布的辦法裡面 就是只有八十萬公頃 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 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當然整個廣業來講 是整個台灣嘛 可是在過去也曾經估算過 就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在這個調查之後 是多大的公頃 一百八十萬公頃 但是只有八十萬公頃 而這八十萬公頃 是只有在私有的土地上面 他才能夠去做討論 公有的土地上面 才能夠去做討論 所以私有不能夠討論 對 但是這個其實就要回溯到一個歷史 這個原住民的土地原本是屬於原住民的 可是它為什麼會變成私有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管是在日本人的時代 日治時代或是國民黨的時代 這個土地的轉移 或者是掠奪的過程到底又是什麼 在日本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有某種私有的概念 日本說如果你不能夠證明是你的地的話 就是國有的 那國民黨離開之後也相同的概念 如果你沒有地氣無法證明的話 土地就是國家的 那原住民沒有紙本沒有文字 沒有這種文字或是地氣的這種概念 那就是變成是國有地 所以原住民土地在這一波 就上市的非常非常多 那你有能力取得證明 取得那些蓋章 有地氣的話 你就會取得那些土地的使用 那我們比較在乎的其實是部落 我們二八轉型正義 我們非常非常在乎 去頻繁那些歷史 後來做了補償 現在都已經做到追究加害人 那原住民土地 應該也要用轉型正義的概念來處理 要有調查權去查 每塊土地的來龍去脈 每個部落的來龍去脈 被驅趕的過程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談的是這個 正視這件歷史 不談所有權都沒有關係 但是沒有調查權 不願意面對土地的歷史 其實而且一刀切割 少掉一百萬公斤 私人的就不要再看了 那已經是合法的 要在憲法的權利上 上面 剛剛談到說 這個私有土地就不用去做討論的 那假設這個私有土地 不用去做討論的話 那表示說這些土地都是 這些原來已經被掠奪 或是已經轉移變更成 私人企業的這些土地了嗎 所以跟你們都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他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看這個畫面 遠近平在這個自己的土地上 當然不是我阿美族板炸的 是凱達克蘭 過去土地上 我們在這裡辦一個記者會 我們這次對待是怎麼樣 太誇張了吧 哪一個指揮官啊 這什麼世界 先當你指揮官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在這裡 還有辦個記者會做個採訪 不能夠做 剛剛已經有先跟你們提醒了 你一段一下下辦個小時會怎麼樣嘛 一定要那麼硬嗎 多久還需要多久的時間 我們剛剛就講了時間 已經跟你講過了 沒有阿你沒有跟我講 你沒問我 那時候我們現在在錄節目 你是怎樣 不是那你要多久的時間 你剛剛講個半小時嘛 OKOKOK 我們整天有打電話啊 去撞辦個記者會 跟大家先說明一下 因為其實在 剛剛在稍早之前 後面跟這裡的長官先協調 就是這個路權 我們先來做一些訪問 那事實上他們的長官 也都很清楚的 告訴我們是可以的 那沒想到 我們在錄的過程當中 居然出現了這個 讓我們覺得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某種程度上面 這裡看到剛剛馬耀講的是 這個是 可能是一個傳統的土地 或者是 那土地的權到底是誰在使用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嘛 那為什麼這些傳統土地 對於原住民族來講 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我們沒有土地 我們的文化就無法滯長 當人離開了土地 特別是在山林海邊 他原來的生活的方式 文化就死掉了 立刻就死掉 所以原住民的土地 被國有財產 林務局占了全場45%的土地 台糖也占了2% 國家公園占了全台灣的10% 這個都包括退伏 這都不是原住民的土地嗎 我們被迫離開 自己的生活的空間 我們那是最熟悉的生活方式 我們變成了別人 來到都會 我們做我們不會的事情 過得非常慘 台灣的文化 原住民文化 就這樣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我覺得當然是有土地 他才會有後面的文化的發展 當一個人被迫離開了土地之後 事實上他就是失根 他就是離根 那其實包括華人社會裡面 常常講說要落葉歸根 或者是有土失有財 他才有後面的這個發展 這個財不是只有錢財的概念 他是整個文化或是歷史記憶 這個整個切斷之後 哇那個是一個非常不得了 或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的問題上面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憲法保障大家失有財吧 好啦就算過去是一些不正義 在日治時代不正義 在國民黨政府來的時候不正義 可是他還是變成是一個失有的財產 那你們說這個失有財產 是你們的傳統領域 那這不會有些衝突嗎 那這個難道有些人想說 你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要把這些人 就把他趕走 讓他們跳海嗎 完生回家 全台灣都很感動 雖然後面作者可能說了很多話 太平倫的事情很感動 大家都很想要回家 他來自不同的地方 但是原住民就在自己的土地上 永遠回不了家 因為林務局很多的關卡 國家更有更多的關卡 有多少的年輕人 根本就不知道阿公阿媽住在哪裡 那些老人家都已經走 腳不動了 走不動了 腳無法走了 拿不到腳是走不動的啊 帶著拐杖上去多麼辛苦 我們永遠回不了家 我們要面對這樣的事情嗎 在自己的土地上回不了家 那土地有了憲法 憲法是多久產生 在憲法之前 我們納布的族群 五千年就住在這裡 本來的族群也有三千年 我們板炸最短最短 也都兩千年 是憲法的私有財產先有 還是我們共有的土地 生活的方式先存在這裡 我們問的是這個 那這個必然會發生衝突嗎 對不對 就是當我們看到原住民 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跟立場 我們也很認同在 整個傳統文化當中 它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 可是在現實的問題怎麼解決呢 是化回為傳統領域之後 那這邊原來的私有才怎麼辦 你們怎麼樣的主張 或是你們覺得可以怎麼去處理 我們第一個是要做某種轉型正義 讓這個土地的來龍去脈看得清楚 原住民賽德克巴來講得很清楚 從兩千趕到一千五 趕到一千趕到八百六百 到最後那個部落 都不是原來的部落 特別是靠山的原住民 那如果這些調查清楚之後 有沒有可能回到前面那一站 比較原始 比較原來的空間 比較大的空間 我們現在都排排站 就像永久屋一樣的概念 部落 所有的部落 幾乎都是被趕下來 住得非常擁擠 如果我們可以回到前一站 比較大的生活空間 比較好的生活條件 讓族人可以在山上過 自己想要過的生活 有足夠的空間管理自己 我們不需要被迫 敢居住的五個部落都關完給原住民 有沒有可能最後的那一塊 是關完給原住民的 我們要的是這個 讓我們的文化 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 長出自己的花朵 所以我們不會五個部落都要回來 那些並沒有那麼恐怖 也不需要跳海 我常常在開玩笑 你跳海 海也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土地不只是領域 當然這是開玩笑的說法 一點都不用緊張 特別是私人的部分 因為政府的土地 就已經足夠讓原住民生存生活 私人的部分抵觸的話 我們想像有沒有可能 在原住民的傳統領域上 有很好的私人企業在那裡 是原住民可以接受的 我們盼盼也有這種 但如果主人不喜歡他的話 有沒有可能用以第一地的方式 用政府的方式或其他方式 讓私人企業在別的土地上 可以做到開發 但是部落的完整 因為部落的文化 是很容易受傷害的 因為部落的狀況 某種進步起資本的衝擊 所以為了這樣文化 可以永續的傳承下去 不要很快只有資本的那種概念 所以我們覺得 在古老的部落 需要有某種的安全距離 我們不希望有那樣的大財團 進出在部落 影響我們的傳統文化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要先去調查 對不對 先了解整個的這個 土地的實際的狀況 在過去的歷史 它怎麼轉變怎麼演變 而且這必須要讓大家知道 甚至就像我們在 上一次的節目當中 他都應該要進入到中小學 相關的這些所謂的課本 不管是公民課本 或是生活領域的課本裡面 這些都是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說 好調查完之後 我們對外公告 他就是至少在資訊上面 是一種轉型正義的過程 或者在歷史上面的 一種所謂的回復到 這個事實真相的過程 不要以為說 這塊地 原本就是你們漢人的 其實它是有歷史的 那但是接下來就是要談 那在這個現有的狀況底下 我們怎麼去劃分 這個傳統領域 以及怎麼去 在國外的話 你只要畫得出部落地圖 你可以證明 那顆數十瓦公眾的 那個十對數阿嬤疊起來的 這樣就可以歸還給 國外的土地法庭 就歸還 這塊土地就還給你們 你可以證明得出來 有更進步的話 你即使都沒有這些證物 你的口述的歷史 經過多方舉證 你說的真的是有一段歷史 發生過 你曾經居住在那裡 那塊土地就還跟他們去使用 那個諸群部落去使用 那台灣 你沒有這塊法律的授權 有原住民的促轉條例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 都不會發生 我們發生 我們做二十三號 做了抗議之後 中立府會議是說 喔 有這個問題 我們來交給 現在中立府有原轉 我們交給原轉會來處理 非常非常的生氣 這不是應該早就知道的事情嗎 沒有 那十一月我們去抗爭之後 十二月初 十二月中 總統府原轉會 也第一次開過會議 沒有跟他們討論 就出問題之後 我們來交給他們 我們等一下再回過頭 來談原轉會的事情 來談整個轉型正義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會來繼續討論 相關的議題 你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 大園雜報新聞 228世界70周年 由青年學生主辦的第五屆共生音樂節 2月28號在凱道上舉行 除了在凱道的音樂演出 警派展覽之外 他們還發起重回 228事發地的遊行活動 從當年民眾抗議 CN茶器卻被軍警人員開牆 熱壓的長官公署 也就是現在的行政院 遊行經過中山堂 還有228和平公園 主辦單位 藉由Facebook的直播 在線當年利用廣播 向外傳播消息的方式 期望歷史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進而使社會成為一個有感的社會 遊行隊伍最後回到凱道格蘭大道 向228收納者群像獻花致印 活動總召菜員強調 尊重歷史是轉型正義工程的前提 共生這條路應該由政府和民間一同努力 而政府不該走得比民間還要慢 台中公車司機鄭志明 去年11月在客期間猝死在公車上 家屬控訴台中結順交通 與台中市政府處理態度消極 3月1號他們跟台關北上 到勞動部前抗議 並線上菊花哀悼 因惡劣運輸工作而死亡的駕駛 並要求勞動部長林美珠主持公道 家屬表示通報職業災害致死後 都是家屬自己跑流程四處澄清 台中市勞工局卻沒有對台中客運 與結順交通作出處罰 因為求助無門 他們才會北上向勞動部澄清 勞動部官員結查陳其蘇表示 會立即協助家屬 而家屬也指控 結順交通對死者勞保高薪低暴 勞動部也說 如果查有違法將會依法開罰 同時今年度已經規劃了 針對高工時容易過勞的 客戶運物流保全等15大行業 進行勞動檢查 3年多前有動保人士在嘉義市政府 抗議嘉義市收容所違法使用補售器 而且資料發霉病狗掌區這些情況卻沒有人管 他們在抗議的過程中與警方發生衝突 失控警方控告動保人士 黃泰山、徐滿慧等人妨害公務 議員黃英軍也被控侮辱公務員 雖然一審判決無罪 檢方又上訴至高等法院 3月2號下午這件案子在高等法院 台南分院開庭審理 動保人士也召開了記者會澄清 而被以首謀身份起訴的 台灣貓國人協會理事長黃泰山就表示 因為要救貓狗 他承受了三年的司法奔波 他的人權受到了侵犯 而辯護律師柯少爭也批評 嘉義地檢署的檢察官濫行起訴與上訴 透過司法程序擾亂對手 而這件案子將於4月14號宣判 這件案子將於4月14號宣判 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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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這個凱達格蘭大道 我們要跟他談的是 人數民懷我土地運動 事實上這個運動已經走了二三十年了 不過在實際進行這個節目的訪談之前呢 剛剛在大園仔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在三年前動保團體包括黃泰山等等的一些朋友 在嘉義市政府去抗議 關於這個流浪狗收容的問題 那在前幾天開庭在台南去開庭了 那這個議題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動物的權益 在過去我們節目當中也談到這個動物的權益 其實在過去來講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這一種所謂的非常不正義 例如說這種超量的收容 或是在整個環境是非常非常糟 但是這個議題除了這個之外 也看到警察在現場執法上面過當等等的問題 再回到我們的現場我們要跟大家訪問的 是紀錄片導演馬耀比厚 馬耀你好 董事長好 我們剛剛有談到說 對我們看到傳統的這個部落地圖可以畫出來 或是口述可以畫出來好 那畫出來之後這塊是原住民的 那可是我還是一個疑慮是沒有解決的嘛 就是那我原本就在這裡 我今天買這塊土地可能經過好幾手啊 那又不是我去佔你的土地對不對 我也是合法購買的 那有什麼共存的可能性嗎 或者是這個土地的使用 因為你剛剛談的是大財團對不對 有些可能不是大財團的問題 那他們怎麼辦呢 其實如果部落大部分都可以接受 原來居住那裡一定沒有問題 部落已經有很多這樣的狀況 個人的話一定 如果他後來他要離開 我們可以尊重他 如果他不喜歡的話 以用協商的方式 可以換不同的土地讓他居住 但是應該沒有那麼 個人小應該主要不會有比較大的問題 是可以同時居住的絕對沒有問題 那比較大的是 如果企業財團在部落裡面已經有的開發 要怎麼面對主力 或者未來如果要開發的話 這樣的面比較多是這樣的問題 那大的企業已經就在那裡 如果部落不喜歡 像東浦溫泉 那些精華區過去都是部落原有的精華區 後來土地被財團買去之後 蓋了很多很多的大飯店 這種是最難處理的 問題是這個 但是 每個部落狀況不大一樣 每個部落自己去面對跟這些財團 那上面比較高的法律訂定的話 怎麼樣可以溝通協商 可以以異地 是比較好的處理的方式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面 它是一個技術的問題 它這些原本的私有財 也應該有法律的去保障 不管你剛剛講說 異地的方式 或是其他的方法 其實還是有一個可以去解決的方法 那剛剛談到是一個比較私有財 私有土地的部分 人在公有土地要怎麼處理的 在限了法令當中 它的處理的方法又是什麼 我覺得 小英沒有一個高的政策 要各個部落去跟 現有土地主管局去談社 去商議 覺得不會有結果 每個當然不會想放 退伍費的土地 每個主管當然一定都不想放 因為放了那些人 就沒有工作可以做 所以小英應該定調 更高的一個政策出來 不是讓原住民跟那些 各有各個部位去 一個一個談判協商 非常非常耗實 非常耗力 不應該這樣子處理 應該小英講清楚 大的原則是怎麼樣 需不需要一個土地法庭 一個一個來處理 這樣各自協商 各自處理是不對的方式 非常耗實 而且這個組成有問題 這個協商商的過程 對原住民非常非常不利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版本應該都要退回 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增加大家的情商 所以一開始把它切割公有私有 讓原住民非常不舒服 讓私有的切有財團 他們也不知道如何面對這個事情 都是輸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你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所謂的辦法 這個法律一公布的時候 讓你們嚇一跳 那原來是什麼呢 在過去的討論的過程 跟現在的版本有什麼不同嗎 不管公有私有都是一起討論的 沒有排除私有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大的轉變 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是一種公開公共討論的嗎 聽說 是行政院政務委員會的張錦生 但我沒有在現場 很多的學者告訴我們 是張錦生在11月 在行政院會開了一個會議 要排除私有的土地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很顯然的 就是在我們過去節目當中 一直都在討論的是 所謂的土地開發派 這種所謂的發展派的 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民進黨執政之後 在他的很多的這個執政的縣市當中 土地的開發爭議 跟國民黨時期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那如果你剛剛談的是一個正確的思維 是政治的一個現象的話 恐怕這個問題是更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 那在這次的訴求當中 除了在這個法令的一些批評 希望退回之外 其他一個很有趣的訴求 也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就是以降下台 那我想以降也參與了這個原住民族的運動 也大概有三十年 我記得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也參與了原住民族的運動 然後還跟原權會 跟老王告 他們常常會有一些上街頭 那其實你這樣當了原住民族 原民會的這個主委 但是他又頒布了這個命令 然後你又要他們下台 到底這個這幾十年來的 原住民族的環國土地運動 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任何的進展嗎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 我覺得還蠻荒謬 或是蠻有趣的現象 不是沒有進展 而且還是直接切掉一百萬公頃 沒有進展還切掉一百萬公頃 所以我們過去其實我們針對議題 我們都會批評行政院 我自己從來沒有批評過 林江毅 孫大川 我們連人我都沒有批評過 我們針對事情不對的事情 對他們沒有要求那麼高 這樣你是要還我土地的 你做這種事情 我們當然只有要你下台 我們也讓未來原住民的行政官員 在行政院底下 你要有夠股氣 如果你政策不對 你自己就要下台 你不應該接受這個不好的版本 你要有股氣去承擔 他不下台 我們真的不會離開 一直錄到節目的這個時間為止 原民會或者是 你這樣對你們有做任何的回應 找了副主委來 沒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自己談 你要不要下台 我們沒有要聽你們講什麼大道理 什麼理由 有理由你們自己對話來講清楚 我聽你們講什麼 我不想跟你們對話 我只問你們要不要下台 沒有下台你趕快回去 其實我們不想進他們 沒有意義 這種對話沒有意義 聽說那天來了很長的 好幾個小時 副主委以萬有來過 昨天汪民會有來過 壓力大到可能以降讓他們來想要疏通 沒有什麼要溝通 我們不需要溝通 直接下台就好 這其實是一個 我不知道在一個原住民族運動裡面 有時候我想應該是會蠻傷心 或是蠻挫折 不管是汪民輝或是以降 他其實都是長期援運的一些戰友 這個其實是一個在 你在心裡面的感受是什麼 我們做很多 很多原住民老人家做黃沫土地 一直跟政府抗爭 一直努力 一生都沒有得到平反 沒有平反的同時 你也可能還被台糖被控告 侵占土地什麼什麼什麼 這些老人家進到棺材的時候 心中帶了非常非常多的遺憾 我不希望我們現在這些奴隸 我們目前第九天 如果我們住到六百天 哪一天我們進到棺材 我們心裡絕對不會只有遺憾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怨恨 小英的政策轉型正義 轉到我們心中 儘管他們才都是滿身的怨恨 這是二八轉型正義 帶給台灣的未來的方向嗎 剛剛有談到這個轉型正義 他其實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也談到了原轉會 那其實我們在上一次的節目當中 希望這樣一個原住民族 跟轉型正義有關的這樣一個委員 會是有調查權的 沒有 目前沒有調查權 所以他到目前為止也針對 沒有針對這個部分 針對有任何的一些回應跟說法嗎 他們只開過一次見面會 頒發過獎狀 然後有五個小組 小組長出來了嗎 可能還沒有 裡面有工作人員嗎 開完會之後 這個工作人員在哪裡 可能還在面試面 還在應徵當中 我們能夠期待他什麼 我們就想趕快停掉這個 轉型正義委員會 趕快立一個法 就像你的優先法案的促轉條例一樣 或者答案法一樣 那麼的認真 給原住民一個促轉條例 有調查權的 有人 有錢 好好去做 原住民土地的過去的調查 這我不太懂耶 就是 國民黨都會有所謂的 黨產的相關的委員會 事實上也可以看到 他們非常努力在做這件事情 那 原轉會要成立一個委員會 不容易 不簡單 很簡單 不難 可是要有一個調查權 為什麼那麼困難 是沒有經費嗎 還是沒有預算 還是沒有這樣的想法跟概念呢 所以我們不希望 小英的轉型正義是看顏色的 是要看族群的 如果你不是這個顏色 你不可以轉到你的轉型正義 如果你的族群 不是跟他一樣的話 你不得享有這樣的轉型正義 而且那轉型正義是有效期限的 你超過國民黨以前的 他不想處理的 那其實我們的土地到現在都還在流失啊 我們的精英 我們的教育 也都現在還在接受某種的破壞 我們接受單一的價值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語言 都還是某種不可以使用啊 這些都是不正義的事情 為什麼不能夠 讓我們有比較好的生活的方式在這裡 你有直接去問他說 為什麼不給我們調查權 他說 先讓他們試看看 上次就在這裡說的 如果不好我們再去算嗎 上次是半年 8月3號他說的 他的說法是這樣 我們先讓給我們時間讓他們看嘛 如果不好的話 我們不排除去立這個拔 他的說法是這樣子啊 但那天轉型正義 委員會的兩個副主委都來這裡 我們當然有沒有這種可能 他們兩個嘻嘻哈笑 都沒有正式地回應我們 不動正義 我還是被你們都來看過我們 我們就是 有沒有可能 有這個立拔的授權 有這個調查權 我們有進步一點點 我們不會像上次那麼好變 沒有調查權 我們不會相信你們是要玩真的 我們也不會接受你告訴我們 你們怎麼做我們就會離開 我們沒有看到結果 我們是不會離開的 說實在 回到如果真的有調查權 會不會他背後 涉及到非常複雜的歷史的淵源 或是轉變 或是非常複雜的土地的利益 反而是很難真正去執行的一個做法呢 中華民國的公務員都那麼聰明 毛利 紐西蘭都做得到 加拿大也做得到 澳洲都做得到 為什麼中華民國做得到 所以他們的類似的團 這樣的一個待會也都是有調查權 都是有的啊 然後土地法庭啊 一件一件歸還 一件一件歸還 道歉之後就是要做這些事情啊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在包括了這個相關的這個法令 或者是在這個原轉會的這個調查權 我想最後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是在整個的這樣的一個原住民的這個轉型正義當中 你覺得小英政府還有哪些是必須要做而沒有做的呢 轉型正義 土地這個很複雜比較大 一定要優先處理 雖然它很不容易 要花很長的時間 當這個事情開始在正義轉的時候 我們做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教育 教育現在就是可以開始做 不能夠等到很久很久以後才開始做 教育是最容易最快做的 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價值 不同的話在這個島上是可以一起存在的 我們的教育應該把人教育成什麼樣 過去只有單一價值 得自己取美 其實只有考試 在我這趟走完上山之後 我們有沒有可能把泰亞族的族人 回復泰亞的特色 他們強調是獨立 所以他們能夠獨立作戰跟日本作戰 那剛好相對 版上是比較 阿美族人是比較溫和的 我們強調是溝通跟協調 所以我們的人 可以常常很多人一起做工作 那布農族他們是敬畏天 因為山上很多的危險 很多的不確定的事情 所以在不同的空間 都會產生不同的智慧 有沒有可能這樣讓人 教育跟環境文化 可以在不同的土地上 開出自己的花朵 這個現在就可以做 這其實也不難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相關克剛的討論 就是高中的克剛 其實在前一陣子也都已經在進行 如果要把這些東西加進來 其實它並沒有太困難的地方 這也是我們一直覺得 非常不可思議 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種狀況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經歷了這幾天的抗爭 或是更長的這半年的時間 你對民進黨政府還有期望嗎 我們就做到它改變這兩件事情 期不期望 那時候我們用身體 我們向更多年輕人站出來 不要害怕 很多人可能按讚都不好意思 來到我們有些朋友來 為什麼那些朋友沒有來看我們 他說影片上看這也蠻危險 可能不方便過來 但是其實 恐怖的陰影都還是存在 對研究民來講 恐怖的陰影還是在的 按讚都可能覺得 會不會我的家族 我的家庭 被警察 被影響 現在還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朋友 都不敢來看我們 我覺得這是一個讓我很納悶 事實上我們看到這個現場 跟20年前 30年前 黃窩土地運動 有數百數千的原住民走上街頭 那你會發現這邊 稀稀落落就十幾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轉變 是大家不太關心 你剛剛看到警察的態度了嗎 我們昨天有打電話 給他們申請辦個記事會 有需要這樣子對待我們嗎 最明顯 那你看 大家看到警察是這樣子對待 影片上大家看到 我還是不要去好了 等你們 等你們 我再去看你們 這是警察的樣式 轉型 換了新的政府之後 大家都覺得應該 集會遊行應該是報備制 不是就可以嗎 民進講 上台有改變這個 集會遊行的法律嗎 集會遊行你要去申請 要他同意 你還有保證金三萬塊 這是什麼世界 講到警察 現在第一線 來防備你們的還是原住民 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一點 比例上 今天有個帶隊其實是 比較壯的那個是原住民 因為在過去我們可以看到 只要在這個相關原住民抗爭的現場 站在第一排的 都是從台灣各地調來的原住民 目前這個比例有比較降低 沒有特別挑 沒有比較少 至少看起來還有一點點的進步 還是有 對有進步這個部分 但是這是遠遠不夠的 那我們今天還是看到蛇龍 他們說馬英九過去用巨馬巨馬 我們今天跟28巨馬 我們還是看到蛇龍還是拉出來 巨馬跟蛇龍 真的可以用這樣子比較的嗎 他們說他們是不一樣的方式 還是看到蛇龍 OK 我想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再繼續 關心的一個議題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純粹的 這個所謂的財產權的問題 它事實上背後是整個歷史的演變 甚至包括我們在節目當中不斷的批評的是 在民進黨上台之後 這個開發主義的思維一樣是沒有改變 而這個開發的過程當中 對於所謂的人民的所有權的侵害 那這個所謂的對個人的這種損害 甚至對族群的這個損害 對文化損害都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今天非常謝謝馬耀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來繼續來訪問馬耀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現在這又是抗爭更大的時候嗎 我先哭了 我先哭了 天空的眼淚 洗光了世間 還來不及太心 散在手中的幸福相識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